来 啥活儿你是 我想问一下 就是我们村对于 我们村是不是有点过于 就是跟美国那边 对 美国好 你去美国去 先来出发 不是 我是说我们村是不是有点过于那啥 过于言论自由了 有点偏向美国那种言论自由了 美国言论自由吗 不是 我说是美国它所说的那种言论自由 就真的是啥都能说 那好 还不好 我觉得不好 我觉得我们村是不是 就是有点不太管理这个网络了 就是现在网络的环境 不是 不是不太管网络 是不太管傻逼 不太管傻逼 哪个村会专门整出一批人 或者整出一个法案专门管傻逼啊 不是 关键是 这些傻逼它已经能够影响到 包括那些所谓的公知 它也能影响到下一代了 包括现在很多年轻人 那你看现在 一个社会里面永远杜绝不了傻逼的存在啊 但是不能都不管吧 我现在就是看到不论哪个平台啊 他们只要出视频 就是稍微带一下节奏 比如说社会上的某些事情一出来 你这就是你这就是存存的 就是属于幸存者 幸存者效应 那发完视频 这个限流呢 发不出去 你知道多少吗 你知道我一天发多少个视频 你知道我限多少吗 嗯 你知道吗 不知道 那你在你在你在说 你在说这些人发表言论的时候 你知道管了多少吗 咱不能说一点没管吧 有些有明显带节奏 明显明显是傻逼的那种的 肯定是管的吧 对不对 确实 管了多少个 这个我确实不知道 但是 那你只说你只说你看见的 不是 我是说现在 你说得杜绝 我说现在的网络环境啊 就是包括B站还有各大平台 你这种啊 我跟你说就是属于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叫巨英思维 巨英思维 对 怎么办 就你看见了 哎 你看网络环境咋地 你首先要考虑中国有14亿人 其次要考虑傻逼很多 挣不上俩逼钱 然后天天那个讲话关心点 国家大事 闹着嘴里全国际新闻 其实现实生活贼他妈难 麻辣烫都他妈不敢选杀菜的 你说我的信息减法很严重是吧 不是你的信息减法很严重 你是巨英 你看见的这些东西 就是我说白了 已经可能是 比如说已经掐掉90%了 你还剩10% 你看见了 不管吗 咋地 谁他妈应该应付钱 你得管呢 你自己他妈不会看 说的对不对 你自己不会看公之六直的 你自己不会辩读 人家说是就是 你是傻逼 你还有理了 我说没毛病吗 我不是针对你个人 针对你说那个群体 你是傻逼 你有理了 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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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接收到一条信息的时候 你说 你说啊 这是 这是怎么的了 美国现在这样了 中国都这样完了 完了你是傻逼 你有理了 不是 我不是说中国完了 我是说 我是说 你 你跟那些傻逼 其实没啥区别 哥们 你都他妈分不清个人话 你跟那些傻逼区别不大 说实话 看着你这样 我都不禁要问 怎么那中国现在吃太饱了 现在怎么还给 现在还人人都配上手机了 啊 家家都通网了 怎么那手机费这么便宜吗 跟美国讲话 挣他妈3000块钱 一月手机还得花100呢 你这种逼玩 逼玩是怎么配上手机的呢 你这种认知是怎么上 他妈互联网呢 你应该给他们 你应该给印度 拿他妈嘎逼锅做大飞饼 你爸小时候拿大斧头 给你胳膊砍掉了 剩个揪 你这现实剩个揪 就给他嘎逼锅 卷飞饼往锅底上呼 烤熟了 埋了骨胎 完了你就吃 你你三一个 后面拿脚丫子 哭哭跟那摘面 哎 有首先是不使 只毛衣 隔着只毛衣 拿脚哭哭 给他霍面 霍面你这边拿卡 一锅光往那个锅底上一拍 你应该过这日子 你妈的给你个手机 给你个手机 让你活得像个人似的 你还得他妈质问 你不仅要问 你问你妈个哨子 你懂啥你问呢 你懂啥 你妈 还还还还还 那他妈一天管多少 你咱远了不说 我吃不吃 刚才都没封十分钟吗 就我说这个 都他妈封十分钟 你不想想 他们外面都有多少 多少封的 线流下架的呀 哎 公司不管了吗 那咋的呀 咋管呢 你给你管 明天给你个手铐子 你上马路上就溜的 你管 你管给我看看 明明你妈了个哨子 搁这块一个个 秀你妈智商呢 我去年轻时 我去年轻时 没有什么 为了